俗话说的好,家有一娃压力山大,可要是家有两个熊孩子是什么样的体验呢? 瞧瞧,一言不合就购买大列棉花糖铺满房间,接着跟你来一场棉花糖大作战,要么就拿十万个海洋球出来获获,再上面来一场超刺激的海洋球大赛,这调皮程度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,殊不知这还只是个开始。 今儿个又打算拿十万颗爆米花来玩蹦床,兴趣来了真是挡得挡不住,镜头一转,俩熊孩子就来到超市购买爆米花,一车又一车的将超市所有爆米花搬空后,来到家里便搬出一个超大的蹦床,随后将所有爆米花全部铺了上去,看着这么多的爆米花,弟弟也是没忍住,直接大口大口的开吃,不过相比于吃,还是玩更难劲啊,一眨眼俩人就开始在蹦床上蹦的,随着一次次的弹跳,爆米花也在不断飞舞,这场面当真是好嗨哟,这时的妈妈看着也是忍不住了。 直接跳到蹦床上开玩,让人意外的是,老妈这灵活程度真是杠杠的啊,各种花式空翻都不在话下,一言不合还能跟你来个一字嘛,不得不说看上去还是老妈玩的最happy啊,不过要是没点钱